還蠻開心的 就是今天在這裡跟大家直播 我愛你 我的家 我的家 我的天堂 最早的時候知道騰哥老師的時候 然後我自己聽了天堂這首歌 我會覺得想像自己好像也是在草原很遼闊的這種感覺 那我一定好好的詮釋這首歌 既不是老師經典的曲風 然後又可以把我自己的特色放出來 老實說我壓力其實也會蠻大的 因為之前接的戲 然後再來是幾乎每一部戲都是非常成功的 當然對我來講 我在戲劇上的這個接觸 我就不會希望它是一個隨便接的戲 那如果要不然是它有一些突破 要不然就是它有真的是很好的劇本 我倒是希望演像這種警察的戲啊 比較有正義感的戲 這是可能自己的個性就比較 比較像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 特別對這個特別有興趣 請聽我的聲音 你這樣會發現 有所不同 因為自己可能在剛出道 就覺得好像人生裡面就只有一件事情要做 比如說唱歌 然後我的夢想 比較成熟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有時候我們好像太執著在某一件事情上面 就永遠都只是工作 好像就沒有真正花時間去好好的過自己的人生 就是說適時的去放鬆一下自己啊 讓自己活成人生中希望成為的那樣子 一個很安定的感覺 愛情這種東西不能急的 我要嘛 我就是很摩羯座 我要嘛 就是我就覺得我要等到那個對的人 要不然的話 我覺得才不要浪費我的生命了 我喜歡其實很Man的男生 當然就是小鮮肉啊 欣賞那種很美啊 但是我自己倒是比較喜歡霸道型的人 但是不是那種不尊重女性的人 霸道的意思就是很有格調的霸道 然後很Man的那種個性 不能隨便都替我做錯了 不行不行 我的人生我自己決定 很多人會覺得 為什麼Angela一直很喜歡講正能量 我想這就是我覺得自己最驕傲的地方 我永遠都希望把最正面的東西 送給你每一位 即使我看到了某部分人生的變化 又或者我看過各種不同的臉 不同的態度 我都還是保持著一顆很真誠相信愛的心 因為如果我沒有這個 我反而就是每一天都很怨恨 然後很厭世 我覺得我就不會有現在這麼好的自己 我記得我有一天發了一個微博 然後我也是就覺得很悶吧 其實我平常不太去解釋一些事情的 那天發了一個黑白照 我意思是說 就被黑到習慣了是好事嗎 但你就想想就覺得說 好像現在的生活跟我們所接觸的 的很快節奏的環境 很速食的生活 其實就都有關聯 那你無法去改變大環境 你就只能改變自己 就可以看待著 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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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